不向强權不復,堅持以理服人 議論擊石 各位聽眾,今天連續三節都講國際事情 這個星期也有很多國際事情 其實又有恐襲 這次又是搞英國 大家早幾個星期 Riana Grande的演唱會被人搞 被人放炸彈襲擊 現在就搞倫敦大橋 都打死了七個人,還有幾十雲霜 錄金這一刻人未能觸到 但是已經公佈了他們的身份 我相信都很快能觸到他們 說真的,因為哪裏抓不到 其實說真的 那... 都打死了三件 他已經打死了幾年 他已經打死了幾年 先看看吧 不是,打死了三件 有沒有人打掉了呢 看不到,有他了 總之就是... 又是非傳統一點 今次是沒有用炸彈的 就像上次在法國、德國這樣 找車去撞人 跟著呢 就用刀去砍人 槍都不用用了 我覺得一個問題就是 除非... 除非... 買刀仔都不准 否則... 我真的那句 統習真是防不勝防 今次不用問阿貴 我經常都說 現在就算英女王或者 麥克爾 被張子戒親隻手 都出來認了 這個ISIS 不用問阿貴 他又衝出來認了他 當然 現在他不認 就真的那句 沒有全在的價值意義 用教主的術語 沒有全在的價值 全在所有的價值 就是出來認了他 是 那今次... 當然 今次又是那句 全部人都不是疑問 也不是難問 我覺得 去到這一刻 除了特朗普之外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人 還可以說 搞恐襲 又跟難民有關 當然 實際上跟難民完全沒有關 又不是太對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這些移民本身做 是跟後代做有關 這些後代化 原來融入不了 他很 regret 他們的 祖父輩 那些決定 很多人就... 很多 都... 犯案的都是這些人 都是一些二代來的 當然 很多都是生活不如意的人士 所以 而如今 就是 脫離歐洲 脫離歐盟 對於 之前 可以保護英國安全的所有政客 包括UKEEP 那些有什麼人 在內 說真的 誒 又斷了 等一會兒 大家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始終 剛剛說 英國脫離歐 又脫離歐 之前 就說脫離歐 可以保護英國安全 保護英國自主 等等 現在還沒有聲音 因為事實上 因為 他們都告訴你 極端分子的心目中 他們真的不理會 有沒有脫離歐 你脫離歐 還是掛念歐 還是添歐船長 總之 脫離歐 脫離歐 是另一個問題 在他們的邏輯上 脫離歐 其實 簡單來說 對英國 有些人覺得 對英國的利益是最多的 不關這個事 這是其中一個說法 因為 他們始終的一件事 就是 歐盟 收買一些 他們自己覺得 有些窮鬼國家 他們自己要濕實 但這些國家 很不相信 英國人更加會這樣看 另外一個故事 因為脫離歐 其實是一個大套 怎麼這麼說 阻折這個恐怖主義 那就是 其實是 一個賣點之一 基本上 現在就完全證明了 是一個神話來的 應該是神話來的 坦白說 其他那些 都是神話來的 說真的 所以 現在 現在 不管你脫不脫勾 還是脫勾 還是脫勾船 那 脫勾去玩都可以的 我有第二個做法 沒有 他是不是照炸你 採你了 生魔我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只要我照炸你 採你了生魔我 對啦 總之你不是我 我又炸你 對啦 所以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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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影響到 接下來 那個大選呢 那 都是 然之上早 總之現在就是什麼呢 之前說到 文翠山 之前說到 這個文翠山 那個 那個黨 就是 就 就 就好像 躺在那裡都贏 那現在呢 就好像增添到 多一點點變數 那就 坦白說 我都覺得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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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會 都是會 都是會大勝的 不過可能就是勝不了那麼多 那麽意思 但是現在的民調去到1-2% 我又不提 我竟然都幾緊 這次 是不是 不是那麽簡單 我看起來都 是啊 這次 就是這次文翠山 賭錯了 就是 賭錯了 我反而覺得都是賭錯了一會兒 有些事未知的 有些事 有些事未知 但是看文條 就應該似是很簡單 就是 估不會 對 因為他的情形 就好像 其實那次 就不像 是在 就是他上次 出來選 就是當 當 當 那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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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覺得 就是 文翠山那個黨 都是會贏的 但是 沒有之前贏了那麽多了 真的 說真的一句 就是工黨 可能 就是 可能 最後都 最後都 最厚的 撕回多幾隻 是 是 因為工黨之前 在這個 文禮斌的英雄領導之下 跟一個傻子領導 沒有分別 嗯 嗯 所以 不是傻子 左膠 超級左膠 超級左膠 超級左膠領導 沒有分別 所以 嗯 政治的事情 就是一天都嚴長 是 連續弄兩單 隨時搞到 這個 就是文翠山 就可能沒有一把汗 那我就下個禮拜 就有結果 到時再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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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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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然對文翠山石黨 有些 都是有信心的 那當然 就是 大家都知道 聽開這個節目的朋友 都知道 我有幾燈的了 我跟蕭先生的燈力都差不多了 雖然他出生了我很多 是 我也不太認燈的 哈哈 我智慧不太認燈的 我認了 我認了 我攬上身 OK 是 我智慧也不認燈的 所以這次我只不過很審實 真的不敢說 說真的那句 上次法國選舉 我們都還敢說 馬克龍也沒有問題 但是這次我 我都有一些少少保留 說真的那句 哈 OK 總之 這樣啦 大家 看著 大家看路 大家看路 OK OK 我們下節還有講古幫 好啊 OK 那下節回來再講 週末